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马迷老友好 欢迎又来到Layman的频道 今天当然要和大家吃下马场花生 1月12日快活谷有9场夜马 大家如果有看新闻 都知道未来三期的赛事 包括12号、16号、19号 其他人士都不准进入马场 连马主、会员、传媒、公众 都全部不能入场 大家都知道 练马斯派马上阵 马主临场交拨打 和练马斯商量 这些叫做战略 张大千画画 形势与战略 你听得明白就明白 但是呢 原来现在马会 有些练马斯 是由12号开始 不能够入场 督睡 这两个都是大马房 马场大哥大 高东尼哥哥 因为只是打了一针 未打齐两针 马会 禁止高东尼入马场督睡 究竟对旗下战马的表现 有没有影响 这些真是未知之数 但是雷文看到的 当然要和大家说一声 马场大哥大 可能在家里打着电话 还是拿着WhatsApp 督睡 另外 连上届冠军的方家帕 完全一针都未打 所以也禁止入场三期 暂时就说三期 到那时 因应社会情况 看看会不会再有调动 现在 明天的马 各位真的需要留意一下 捉路数的朋友 高东尼 方家帕 连续三期 包括明晚赛事 都是被严禁踏足马场 受身董事 对这些受影响的练马师 即是高大哥 以及方家帕 沟通过 确保他们马房的负链 可以进去打理事务 即是张大千画画 马主也不在 链马斯也不在 只有赴链在 究竟有什么战果 相信都没有什么人 可以预测得到 不过 雷文听到这些消息 当然要和大家说一说 说到近年的騎士阵容 即是小孩子玩姑姑 越玩越缩 大家都知道 快活谷跑12隻 沙田跑14隻 今天騎士王的表 雷文数过 手指加上 腳趾也有爪 即是去年时的阵容 只是 建杂生最鼎盛的时候 已经多过 现在的 外国騎士 香港本地騎士 加上的总和 沙田14隻 只有17名騎士 被大家调動 馬會當然是找雷霆救兵 但是有禁非令 大佬 馬會有什么callers 你們有禁非令 馬會有私人飞機 把私人飞機 接了莫丹尼和嘉莉 就来了香港 現在兩個人 只要完成隔離 即是面壁 可以在1月29日 就開始操馬 什麼叫做 滾水六腳 1月29日操馬 1月30日 就可以接拨打騎馬 相信到時 我們的騎士陣容 就認真是大陣仗 如果計算今日的數 17個加2個 真是人強馬壯 我們希望為這兩位新騎士 看看他們的騎工又如何 至於 說到潘頓 明天又出來了 希威森就是星期日 究竟潘頓的新手 有沒有一個月沒有跑馬 山梳了 我們拭目以待 新騎士騎工 1月30日 那時1月30日 即是 過年前來的 是不是 過年前 看看可不可以派封禮事 給大家洗一下 當然要講到1月12日 當然要講到1月12日 有些騎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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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剛剛才在一場 谷草賽事 都能夠跑到一個 呂建威的聖不嬌 今次繼續由火車潘上陣 跑百祥三班的谷草 最短的1000米 火車潘 也有接受傳媒朋友的 拼咪 在神粗完之後 和記者說一聲 上次初落地這隻聖不嬌 其實他覺得這隻馬 認真態度優良 試襲的時候的表現 和出賽的表現 都是這麼出色 上次輸少少比非凡 只不過是欠了運氣 這隻馬 態度優良 不知道是不是一見到火車潘 早晨啊火車 早晨啊 可能是這樣 態度優良 肯接受操練 他也幫這隻 跑百祥的聖不嬌 有做操練 他說這隻自購馬操練的時候 沒有怎樣做錯事 他說由八月來到香港 一直維持一個良好的進度 健康也是良好的 他說試襲和出去跑 他都在不斷地改善自己的走規 以及不斷地學習 今次火車潘認為 聖不嬌撿到陸檔 其實和上次的檔位都差不多 至於跑法方面 火車潘透露 和上次都差不多 會放在稍微前一點的位置 上次留住下 擺住二三位 賺了少少部速 法力 和非凡兩隻馬嘴拉尾 都扔開第三名 不過 他說 當位差不多 有可能好像上次這樣跑 不過 他都會和呂建威 嘴拉尾商量好戰略 才再決定怎樣跑 這隻聖不嬌 也要講開就講 其實也有些馬匹推出 昨天第一場 那隻叫做輕滑的 已經很早就推出了 變了 只剩8隻馬跑 對步速相信也沒有什麼影響 他都不是擺頭走的馬 應該對步速不會有太大影響 頭場輕滑就推出 另外還有一隻馬 就是今天推出的 就是牽涉蔡若漢馬房 跑第二場 五班千二米 這隻形彩繽紛 是小組著令他退出的 小組在腰上拿一個令牌出來 寫一個退字 退 退出 所以形彩繽紛 出不了明晚賽事 變成了丁冠豪咬著雪茄那隻雪茄之友 不是咬著雪茄井 雖然他兩個馬房的馬馬 經常撈亂擺 大家看看鄭俊偉的馬房 有多少丁冠豪轉過去 自己這樣按 這場的後備馬 丁冠豪的雪茄之友 就頂上了 由賀明年來騎 這隻雪茄之友 這文章要按回來看 我沒有讀這場馬 營彩繽紛退出 這隻會對步速形勢產生影響 因為他經常擺頭走 無論他可以還是不可以 他一定會放在前面 或者對前面的馬 步速會帶來有少少影響性 說了這兩隻退出的馬 補上的馬 另外還有什麼花生 可以和大家吃下這文